电影鱼呢,与你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暗黑动画片《人鱼之森》第二幻,斗鱼之村前篇 上一集中我们讲到了,永泰带着少女真鱼离开了恐怖的人鱼村 由于真鱼从小就被婆婆锁在屋子里 所以外面的世界对真鱼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 永泰一边划船一边给真鱼讲述着自己的往事 某个海岛上生活着一位少女小宁 小宁每天都会带着村民一起出去打劫过往的商船 没错,小宁就是一位女海盗 不过小宁是有自己原则的 从不伤害船员,而且只抢走十分之一的货物 就在小宁返城的时候遇到了光头海盗团 这个海盗团正是小宁的死对头 海盗团的人十分凶残 他们不仅会抢走商船全部货物,而且还会赶尽杀绝 没一会儿小宁带着船队靠岸了 一上岸,两个小朋友跑来告诉小宁 那边沙滩又冲上来一具尸体 而小朋友所说的尸体正是永泰 小宁发现这尸体不是父亲的村民 于是就给埋了 接着小宁回到家照顾卧床不起的父亲 原来小宁的父亲是村子里的首领 可最近父亲患了重病,不能再出海了 于是就把首领的位置让给了小宁 第二天小宁过来祭奠昨天埋葬的陌生人 就在小宁献花的时候,土堆突然冻了起来 紧接着,永泰就从里面钻了出来 小宁吓坏了,捡起石头砸了过去 而永泰急忙解释 不要伤害我,我不是坏人 小宁这才意识到这个人还没死 回到小宁的家后 小宁的父亲就问永泰 你是外地人吧,为何来我们村子 永泰就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 那天我到了一个港口 一个女人过来问我要不要去抓人鱼 于是我就跟着她走了 结果遇上暴风雨,差一点就淹死了 听永泰这样一说 小宁瞬间就明白了 那个女人就是海盗团老大的妻子沙夫人 画面一转,来到海盗团的老巢 沙夫人正在给海盗团的成员们洗脑 只要吃一口人鱼肉 我们就能刀枪不入,长生不老 老大听得非常激动 并向下属下达命令 一定要找到人鱼 听说永泰一直在寻找人鱼的下落 小宁表示自己也在找 因为小宁的父亲病重 只能吃人鱼肉才能康复 于是两人就约好日子 下个月的长潮日一起出海寻找人鱼 这天小宁和永泰逛几市的时候 碰到了沙夫人 沙夫人很好奇 永泰居然还没死 难道永泰吃过了人鱼肉? 为了测试自己的猜想 沙夫人随手拿起一根簪子 狠狠戳进永泰的手背 小宁非常生气 将沙夫人给卖走了 晚上 小宁的父亲和永泰说了几句悄悄话 父亲说自己快不行了 希望永泰能留下来和小宁结婚 虽然永泰没有口头答应 但永泰已经默默下了决定 只要自己变成了普通人 一定和小宁在一起 就在永泰准备回房休息的时候 沙夫人过来了 看到永泰伤口愈合了 沙夫人可以肯定 永泰是吃过人鱼的 于是沙夫人拿出刀逼问永泰 快说 你是不是抓到人鱼了 你把人鱼藏在哪呢 而永泰一点都不害怕沙夫人 因为就算挨刀了 伤口也会马上愈合 见永泰如此刚烈 于是沙夫人就把刀 刺进了小宁父亲的胸口 沙夫人笑着说 快把人鱼拿出来吧 不然他就死了 听到动静 小宁急忙冲了进来 看到父亲受伤了 小宁二话不说 直接给了沙夫人一刀 这一刀直接要喊 沙夫人停止了呼吸 而小宁的父亲似乎还有心跳 为了救父亲 小宁连夜出海寻找人鱼 就在这时 沙夫人的手动了一下 第二集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沙夫人到底有没有死呢 永泰和小宁 有没有找到人鱼肉救父亲呢 请小伙伴们继续关注小悠的视频 电影鱼呢 与你简优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